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联系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看下咱们的屏幕 架怒一门语言 其实不是一件难事 对吧 这个大象就代表PHP的意思 然后咱们前面 咱们学过流程控制 对不对 然后流程控制中的分支结构而已 咱们流程控制还有循环结构 对不对 咱们学了分支结构顺影结构 在这之前咱们又学了预算符 对吧 还学了变量数据类型 到这个时段咱们就需要把这些知识串 里面写个例子了 对不对 能写什么例子为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块有个计算器 前面都算上进去用过 对不对 计算器大家现在都用过 那咱们现在学这点东西呢 暂时还写不了这么复杂的计算器 对吧 那咱就来一个简单的计算器 什么样的计算器算是简单的呢 就可以算 只要是能算加减乘除 球膜之类的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它界面呢 因为咱们没有学太复杂的图形界面 所以呢 咱们就来一个简单的 比如说我现在开的是一个画图的工具 对吧 在画中工具呢 我这块有三个表单 这块输入第一个数 这块输入第二个数 对吧 中间呢 有个下来列表 这不是一个人啊 我上边这块写一个字 简单计算器 德鲜说的需求 对不对 这是一个标题 然后在这里边呢 比如说输入十 对吧 这里边输入五 然后这里边是一个运算符 比如说加减乘 我先用这个符号 真正的乘的用心 对不对 然后除 然后除膜 这样 我现在一选择 十加五 比如说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这块有一个按钮 叫什么 叫做计算按钮 对吧 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界面 而天边的一个表单 对吧 现在大家这个都接触过 然后一点计算的时候 就会把两个运算员和一个运算符交给PRP 然后PRP处理 把结果显然在下边 比如说输出多少加多少等于多少 现在大家应该理解这个需求了吧 超级简单的计算器 但是能实现一些简单的加减乘工求忙 这就是咱们要做的需求 但是呢 作为需求 大家肯定有一个知识在想 前面咱就学过变量运算符流程控制 对不对 还有什么表达式之外的 对不对 那表单咱们也知道 是TMR的东西 对吧 交给服务器 交给PRP PRP怎么能接收表单的内容 知道吧 那这里这节课 咱们在做这个计算机之前 咱们先讲一下这个计算机涉及到的 咱们还没有学过的知识点 就是表单的数据如何交给谁 交给PRP 知道吧 现在呢 交给PRP的方式 客户端 也就是浏览器上的东西 交给服务器 也就是交给PRP 对吧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什么 get的方法 一种是pause的方法 听懂吧 get称为URLget pause的称为 咱们从网站不是用ETT协议的 前面都介绍过了 对不对 URL咱们前面介绍过 那URLget还是TTPOST的 那看一下 什么叫做URLget呢 是用地址把数据传出去的 对吧 比如说我这块有个 这块有个三 有个Loghost的吧 访问A.PRP 对不对 通过后边问号参数 后边就参数 通过问号 后边是把数据传给A.PRP 听什么 怎么叫传给A.PRP 比如说名字等于张三 是不是一个变量相当于 就会把这个名字变量 在访问A.PRP的同时 将名字等于张三传给A.PRP 听什么 那就能传一个变量吗 多个变量之间 有under不可开 对不对 比如说年龄等于10岁 再按照服务 比如说性别等于 我这边大一点 性别等于5岁 对不对 想穿多少都行 但是呢 这个URL传值 是通过网页的地址栏传值 是不是 那网页的地址栏 是有一个大小限制的 当然不是看到的那么长 对吧 那根据不同浏览器 有的是4096 有的是8192K 这个都可以测试出来 听懂吧 但一般的咱们地址栏传的 不要传太长 听懂吧 对 而我们一般的表单传数据 是不同地址栏传的 因为地址栏传有几点不好 第一点呢 在网页的地址栏上 比如打开 这个上面就是地址栏 对不对 这个上面看到一是明文显示 比如密码的一些东西 是不是在这就不好传了 对吧 不安全 容易别人看到 对吧 那再有一个什么 大小是不是受限制 所以一般呢 当有的数据 是随着什么 表单传过去的 听懂吧 那表单传过去 就通过RTPP协议传过去的 它的大小 是由谁来决定的呢 是由P2P配置文件中的 一个属性决定的 但是最大不要超过 浮起的内存 听懂吧 一般文件上 可能必须得有POSE传 所以呢 通常我们表单都是POSE传 那地址呢 通常都是用 一些连接之类的 都是用什么 UR去传 那就写两个这个 咱们试一下 怎么传 然后在服务圈 怎么接收 好吧 比如说 我现在定义一个 客户端 CLI 一元体 client 这是一个TML 然后我把数据交给谁 交给 比如说 叫做SERVER.PRP 是不是交给服务区的呢 对吧 然后在客户端这块 我们打开 在这块对不对 比如说我写个链接 这块写个 AHIF等于 这块 写个 对吧 这块访问的是 SER服务器端的 点PRP文件 我就直接写SER了 对不对 这块访问 UR 咱前面重点介绍 可以相当入境 可以决定入境 对不对 SERVER.PRP 是不是我一点链接 就跑到SER.PRP这块 对吧 然后我在访问SERVER.PRP的同时 我是不是能把数据给他 然后问号 比如说 名字等于 张三 安德福年龄等于10岁 是不是两遍了给他 好 咱们就来完成一下 这两个的操作 看一下 HTTT冒号 Localhost里边的 需要ID 你客户端点 TML 对不对 现在是给我链接SERVER 我现在一点 你看地址变了 是不是SERVER 这个是不是在URL的话 法文SERVER.PRP直传过来了 对吧 那咱现在看一下 在SERVER.PRP这块 我如何接收值 对不对 这块咱们后边会助理讲 一个东西 叫做超全局速度 知道吧 超级速度一共有9个 这里边咱们不一一的讲 先就介绍 现在都能完成咱们这个活了 对不对 那我用什么 有一个叫刀下面盖的 不用声明 你默认在这一边就存在这个变量 只要是通过URL盖的方式 就地址栏传过东西 都在这里边 那能传过来的是一个吗 是不是多个 不管传一个还是多个 那肯定是什么 多数个的值对不对 那就得用数组来接受 其实它是一个数组 而数组咱们还没有接触过 对不对 那教大家一个方法 是什么 为大部分 其实咱们可以看到这个 可以打印一个值 是不是也可以打印数组的多个值啊 这回咱们来看一下 我后退一下 访问一下server 你看 这个数组里边 是不是就存了名字等于张三 年龄等于10岁 对吧 那数组咱们没学过 那数组当个值怎么访问呢 咱们通过名字下标这个访问 比如说 里边既然存了两个东西 你看 $输出$5 get里边有个什么 有个name 就是上面的name的变量 能看到了吗 通过这是个数组 通过下标的名字 就能找到数的值 那输出的是一个张三 连接一个换行 对不对 再输出一个 $下标 get里边有个什么 有个年龄 1212换行 看一下 我们现在再刷新一下就行 盖的传过来 是不是张三和十岁就取不来了 所以用get传过来的值 我们用$下标 get就能接收 那同理 如果我这边有一个表单 对吧 然后我们这写上一个 比如说 Action 提交的位置 对不对 也叫sever.prt 看到了吗 当然我们在这会儿 如果再写名字 怎么什么的话 也是用盖子穿着 对不对 那咱们用MTHOD 这会儿可以指定用盖子穿着 也可以指定用泡子穿着 知道吗 这在RTR部分 咱们都说过 那我现在是不是用表单 如果我这会儿用盖子穿着的话 默认就是盖的 不写的就是盖的 知道吧 那我这会儿 假如说有一个 Username用户名 Input类型等于TNT 然后NAME等于NAME 对吧 一个值 第二 然后有个年龄 input类型等于TEST NAME等于年龄 TR 然后你再来一个 Input类型等于 SUBMIT 对 然后名字 这就不用写名字了 微流值等于 比如说提交 对吧 这样的一个表单 我是不还是用盖子的方法 对吧 我这会儿 咱们既然刚才知道了 单个怎么办了 对不对 我这会儿把这个注释掉 我这用什么 这会儿用VR下去当 打一下这样 刀铺下进盖上 然后我输出一下 画行 一样 看着 我们这会儿 反馈了一下 刷新一下 是不是有个表单 来改变一下 字符编码 这会儿查看 字符编码 改成是UTF吧 是不是提交 名字 比如说这会儿谁 张三 对吧 年龄10岁 提交 是不是有盖子 这会儿能记住到 那如果把方法改成 谁呀 POST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退一下 刷新一下 这刷新 对不对 改成 妹子 对吧 然后这会儿 妹子今天是21岁 你不21吗 然后我们提交一下 看一下结果 盖子里就没值了 对吧 因为有方法改变了 是用POST的提交了 接收的就不能用盖子接收了 对不对 就得用POST的接收 所以在伏计上还有一个数字存在 刷新 POST的数字 记着 变列明是区别大网写的 当时相信盖的 盖的POST 盖的POST 一定要大写 这点大家要注意 不一样 现在你看 我再刷新一下 诶 什么发动 看一下 是不是地址栏上被传值 就不用GET的 那地址栏上被传值 那么我们数据视频能收到 在POST里有GET是空的 知道吗 所以你用GET传过来的数据 就得由 当时下面GET接收 用POST的传过数据 用当时下面POST接收 这点 现在大家要去理解这东西 像GET的POST的时候 变成什么 天天用的 对吧 只是当现在学到这了 咱们要做一个计算计 咱们需要一个表单 而表单 咱们要POST的 把值提掉给不计 对吧 所以咱得先了解POST的 而POST的中的每个值 单独取怎么取呢 那也是一样的 比如这 现在妹子你理解一下 我想把这里边的名字取出来 怎么办呢 POST的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表单 有个叫NAME 对不对 然后年龄取出来呢 POST的里边有一个 H对吧 是不是数字 数字下个字无串 带一号 我说一号 你看我们表单 就是这个NAME的字 就是下标 我看 当然数字后 你会想人家讲 现在不一定也不用 没关系 你只要知道这个表单 我怎么能接到它 是不是就可以了 如果我这会有提交这两个字 我也想接到 是不是也得起个名字 SUB 我名字起叫SUB了 对吧 我在这会儿怎么把SUB举出来 小关键铺 对 厚色SUB SUB 对 我没换行 我选择一行 我们再来看一下 重新过来一下 重新刷新一下 对吧 提交 我刚才我没刷新成功吗 不是 这会儿来个 妹子 然后这会儿 妹子说她18 是吧 她说的 妹子说她18 我看啊 NAME这写错了 NAME 看到了吗 再刷新一下 再刷新没有 我得回来 重新提交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过来了 名字我随便写几个吧 是不是这个 18 提交 三个过来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也就是什么 我们需要做的需求 给大家提出来 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器 就是用表单把数据交给PT 对不对 那这里计算器呢 有一些前面我没讲过的知识 就是什么 get和post的客户端的表单和链接 消给服务器 服务器怎么接收怎么用 当然这些 咱们到数据的时候会详细的说 大家先简单会接受表单的数据即可 OK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内容 咱们就先先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